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我们应该要明白 社会当中情义是什么 我讲社会是一种互动的行为 你对别人什么行为 你一定受到什么行为的回报 有一句话叫住人就是住己 如果就是说当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咱们就去帮助别人 那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就会有人来帮你 这是规则 如果我说我需要我就帮 我不需要我就不帮 那当你有天你有需要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人帮你 因为别人有这种规则 所以我们应该形成一种互动 叫互动就是什么呢 大家都彼此有情有义 这样呢我们才能够 你比如四川地震 我们大家都来帮 那么别的地方大家就会觉得 那四川同志也会帮 这次唐山地震 有很多人跑到四川去帮忙 因为他们曾经被人帮过 所以我觉得情义是人和人之间 活起来的那种非常有味道的东西 这要告诉孩子 还有刚才我讲人生的起源就是情 如果没有情的话 生命都不存在 所以像这些道理一旦明白了 那么孩子我觉得他就明白了人生